联合国负责政治与和平建设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 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格里菲斯 在当天的会议上进行了情况通报 回顾了协议执行一年以来 对于稳定全球粮食价格 保障欠发达地区的粮食安全的作用 多国代表也纷纷呼吁 俄乌冲突各方考虑危机外溢影响 恢复粮食及化肥出口 中方希望有关各方 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大举出发 特别是从缓解发展中国家 粮食危机出发 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努力 加紧对话协商 坚持相向而行 争取平衡解决各方合理关切 早日恢复俄罗斯与乌克兰 粮食与化肥的出口 耿爽再次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 引发的有关问题的根本之道 在于实现乌克兰问题的政治解决 中方再次呼吁冲突当事方 尽快重启和谈 呼吁国际社会为之创造良好条件 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推动乌克兰问题的政治解决 付出不懈努力 央视记者徐德志 美国纽约联合国 总部报道